孟晚舟平安归来 我一直在考虑从哪个角度来说说 孟晚舟被美国和加拿大迫害的经过呢 去年五月份都已经说过了 播放量700多万 大家应该都看过了 再说一遍没意思了 我们就说一说国家想方设法的 营救孟晚舟的意义吧 孟晚舟平安归国各个媒体口报道这个事 第一句话就是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这句话已经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孟晚舟被抓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问题 经济问题 她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政治问题就只能依靠政治来解决 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孟晚舟大概率是第二个皮耶鲁奇 回不来了 那么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把孟晚舟救回来 可以说是不惜代价了 这其中是值得说到说到的 意义很深的 美国的这一招虽然下足绑架人质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是很有效果和威慑力的 美国抓了法国阿尔斯通的高管皮耶鲁奇 获利丰厚 肢解了阿尔斯通 美国通用 吃了个饱 欧洲的银行和企业 面对美国都是瑟瑟发抖的 美国的长臂管辖的法令 往往比本国的法律还管用 没办法呀 一个又一个比自己牛逼的多的企业都被美国给收拾了 自己才几斤几两啊 美国绑架孟晚舟呢 也是如此 想迫使华为低头 没想到华为会拼死抵抗 更没想到中国政府这次站出来了 坚决不让你的阴谋得逞 美国呢 是真没想到啊 因为上一次制裁中兴的时候 中国政府就没吭声 美国到手了十几亿美元 这次原想的也会顺风顺水 世界第一强国收拾一个企业有什么难的 绑架个人质 然后肢解掉华为 结果呢 一脚踢到铁板上了 美国从2017年的4月份吧 就计划绑架孟晚舟了 其实呢 机会是很多的 美国的考虑也不能说不周密 虽说孟晚舟2017年以后就不去美国了啊 华为也感觉出来了 不对劲 但是美国可以找帮手啊 这个世界上与美国签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呢 有110多个 美国都可以让他们去抓人的 而且呢 孟晚舟去过的国家呀 还真不少 比如说英国和日本 包括孟晚舟被抓的那一次出行啊 目的地阿根廷 孟晚舟要在阿根廷主持一个会议啊 阿根廷和美国也是签由引渡协议的 在阿根廷抓人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美国最终选择了加拿大 说到这儿呢 您就可以理解加拿大在美国人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了啊 那真是一条忠诚的狗啊 美国连英国和日本都信不过把这个脏活交给了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不折不扣的完成了 如果说啊 这一次孟晚舟事件 中国不斗争到底的话 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恶果呢 那就是 这110多个与美国签由引渡协议的国家呀 都会成为中国企业家的近地 包括企业的高管和他们的家属 你这个企业呀 做的小还没事 一旦做大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 这些国家呀 你就不要去了 去了就抓你 那你还开展什么业务啊 有的人可能会想啊 不至于吧 你这说的有点过呀 我跟你讲啊 一点都不过 如果说中国啊 这一次不管 那中国企业的海外开拓之路 就会被锁死 首先 我们看啊 美国抓人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不刚才又抓了一个 俄国天然气集团的首席财务官 叫马克杰特沃伊 因税务指控 在美国被逮捕 并被起诉啊 罪名是涉嫌与离岸账户 数千万美元相关的税务不当行为吧 这老哥和孟晚舟的职务是一样的 只要说哪个企业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 这个企业的高官呢 被美国抓 这个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 第二 这110多个国家 不抓白不抓 美国抓人的命令下来了 你不抓吧 得罪美国 抓了吧 好像没什么损失啊 中国政府又不吭声 你说他们会怎么选呢 今天是加拿大 明天就可能是英国和日本 后天连摩纳哥 脑鲁这样的小国家 都敢抓中国的企业家 这些国家的智商再低 他也知道该怎么选 有意无害的事 谁不干呢 所以说呀 孟晚舟事件 并不是局限于孟晚舟本身 中兴的事 中国可以忍 孟晚舟必须得救出来 不惜一切代价 也得救出来 加拿大就是拿来计旗的 一定要打的 他里外不是人 目的呢 不是为了打疼加拿大 而是打给其余的 110多个国家看的 敢抓我的人 你就要承担 大国的雷霆之怒 加拿大其实也是 憋了一肚子火啊 你说你是图啥呢 里外里得罪个金光 啥也没捞着 自己的石油管线 拱鲁石 还被美国给禁了 这是营救孟晚舟的 第一个意义啊 就跟打抗美援朝战争 是一样的 打了利益极大 不打损害极大 第二个意义啊 给国内的企业 吃一个定心丸 我们现在呢 正在努力攀登 各个行业的制高点 这是国策 我们不能永远 坐衬衣坐袜子吧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啊 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产生利益冲突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而且呢 会越来越多 就像在一个市场里面呢 你跟流氓恶霸 抢生意 除了市场竞争之外 你还得防着流氓恶霸 背地里砸你黑砖 天天操着这个心 那还怎么做生意 如果出现了恶霸砸黑砖这种事啊 那国家作为大家长 是一定要管的 这已经不是一个讨回公道的问题了 而是要给其他的商户啊 一个交代 那就是 你们只管好好的做生意 别的不用管 正常做生意失败了 那是记不如人 但是呢 如果有人用卑劣的手段 对付你 你也不用害怕 国家一定会出手帮你 从这个意义上讲啊 孟晚舟 她不再代表一个人了 而是已经物化成为 中国所有有志于 技术创新的企业家了 就孟晚舟一个人 表达的是一种态度 那就是 中国会用国家力量 来保护每一个 为国家进步 所做出贡献的企业家 好了朋友们 今天关于孟晚舟平安回国 咱们就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 stratég前期aient 碟子 蓮北 在蛋前期之前 建前 oluş